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侠女善淋浴 到汝南投军 走在中途天色江湾 借宿田妈妈家 刚刚睡着 被隔壁战马斯鸣声惊醒了 凌玉出于好奇 他来到院内手扒枪头 往对面看 对面是豆腐房 院里头 祖孙二人在踢窟 旁边一批宝马良居 凌玉栽而气听 听着听着 眼泪耍耍耍地往下掉 哦 是这么回事 这祖孙二人正承受生死离别之苦 老人可能是世外高人 家藏五宝 有人未图五宝要害着祖宗二人 老人 叫他的孙女带五宝逃走 谁这么凶狠呢 那么这老者是谁 五宝又是什么呢 我没碰上便把碰上 这个事我得管一管 哎 我便冒失 我是投军气量 前敌战情吃紧 我便耽误 我看看 如果这祖宗二人化险为宜 哎 我就不露面了 此时 见他老爷子 咳嗽了半天 缓过一口气来 小侠呀 快 带五宝 快走快走 爷爷 我舍不得你 我父母都没了 是你 把我拉着大 我们相依为命 我怎么能自己逃走 留下你老人家呢 孩子 你陪我 我就能活得了吗 我气血两亏呀 完了 说好听的 活到明天天亮 说不好听的 下巴掩这口气啊 就没了 你陪着我 我能夺活是怎么的 不是卖一个搭一个吗 那 那总得有个收尸人呢 收啥事 人死了 死了啊 气化清风 肉化泥土 那还不埋人呢 不用 小豆腐房啊 就坐我的坟地了 这块风水还好呢 哈 一山口水 风水先生也找不着 这么好地方啊 再说了 隔壁田奶奶 要知道我没气了 也能把我埋起来 啊 等着儿子回来 这小豆腐房 就给他了 也免得你田奶奶 一个人呢 孤苦伶仃的 孩子 走吧走吧 爷爷 我不笑 这叫什么话呀 什么叫笑 你能保入五宝 顺着爷爷的意思办 就叫笑 孩儿啊 咱家为宝 祖传的 这些东西 几代人 孤了多少心血 死了多少人呢 你能把他保住就好 啊 快 要是完了 你走不了了 那贼人心狠手黑呀 嗯 好吧 那 我进去收拾收拾 快去快去 老头一拍这匹小马 速双啊 去 给小霞走 这匹马 不能都站起来 在旁边等着 小霞进屋 时间不大 出来了 大步缠头 获利山 粗布衣服 妖际大旦 是男人打扮 夹着一个 长条匣子 无柴长 这么宽 这么厚 外边有套 把这个匣子 顺在马背着 把他划好了 勒住了 推了推 掉不了 千招马的缰绳 来到了门前 小霞 小霞又把身子 撞回来 爷爷 我要走了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啥说的 就是你 身大秀长 爷爷爷 爷爷没给你找个医考 怎么办 你呀 到外边看有何事的 自己行个主 留个一儿半女的 也算我江家 没多香烟后的 去吧去吧 爷爷 那贼人回来 也有 他回来啊 我都想好了 他能把我怎么的 我这么大岁数 他杀我也是死 不杀我也是死 中毒太深了 我排不出去了 他也许 为了找无宝 不杀我 我就得个胡润失手 他要杀了 死就死吧 走吧 爷爷 我给你磕头了 小霞磕了几个头 站起来 蹭蹭蹭 他走到门前 伸手要拉门栓 拨到什么力量 他把身子都没回来了 爷爷 在他老人 老泪纵横 爷爷 我不走 孩子 不能耽误了 轰隆一时 时间长了 那贼人非回来不可 你再要不走 我就碰死 好 我走 爷爷 你保重 躲在你啊 转危危安 把东西交给薛李大帅 献保有功 你有个落身的地方 将来到这儿 给我烧两张纸 小霞这才转身走 伸手刚要拉门栓 就听外面 爽 这个声音呢 很小 善灵欲听的清清楚楚 夜行人呢 轻功带风声 紧跟着 门前来人了 小霞一点不知道 他伸手刚要拉门栓 就听外边有人喊了一声 丫头 我看你往哪走 你把门给我开 紧跟着一抬腿 这一脚啊 就听着门的 去了 咔嚓 过 摔个分碎 蹭 从半边 接了一个人 丫头 你哪走 老东西 你好狡猾呀 你想糊弄三爷 三爷是干嘛的 横草不够 把个眼睛毛是空的 老东西 你痛快点 你把五宝给我交出来 你家三爷是何等身份 伺候你这个老棺材壤子 为什么 我为的是五宝 你拿出来 这阵 小霞吓得坐在地上 哆嗦说不出话来 再看老人 面目呆滞 眼皮下垂 一言不放 山灵域借着月光 一看进来的人 年纪 二十七八岁 中等个 体格长得挺好 直直溜溜的 没毛病 往里面看 辅色看不清 看出他是个长过脸 细眉毛 圆眼睛 高鼻梁 阳高鼻子 薄片嘴 微微点胡子 头戴粉灵色 软罗帽 迎门高拉 四股也并边带着绒球 深春 剑袖 妖气大袋 闪屁开场 背背 宝剑 冲着说话的声音 走得步 透着杀鸡 这个家伙 是满脸的凶器 呦 这谁呢 老东西 这个家伙步步紧逼 哎 五宝呢 你拿着 快点 老头一言不发 这只小侠 站起来 贼人 你太狠了 我和我爷爷 跟你何仇何恨 为什么 你这么害我们 丫头 哎呀 我来你家这么多天 没把你如何如何之合 就算便宜你了 看你小模样长得还不错 这么办吧 你把五宝交出来 给我当小妾 留你条命 追你爷爷 哎呀 留他白浪费粮食 死就死了 交出来 交不交 啊 我 我不交 不交 我就是不交 不交 碰 他把一灵再抓着 你要是不交啊 我把衣服给你撕开 我叫你一丝不挂 然后用刀一刀一刀 把你拉了 我看你交不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说着 八万回你一代 就这一代姑娘 往前一扑 本能的 去看看 那个长条弦 那意思呢 我认可死 把五宝啊 保住 他眼睛一瞟 那长条弦 进来这个贼人 立刻就明白了 啊 五宝在这儿呢 对不对 没有 你的眼神告诉我了 东西到手了 爹 我如愿以偿了 他像疯了一样 扇灵欲在墙的这边 这心腾腾之跳 哎呀 五宝是什么呢 这个小子 他是谁呢 说了半天 这小子是谁 这老头是谁 这个老者呀 可是世外高人 当时啊 在中原是有一号的 此人姓江 叫江万川 人送外号 圣守书生 老人是练武的 武功也好 但是外表看 文质彬彬的 这是为老掩饰 人家一身的好武功 文武全才 不求名 不求利 就在家里 乐手田园 指什么活呢 种地呀 放牧啊 五宝是什么呢 这五宝啊 要拿一般的老百姓 他不值钱 要是落在练武人手里 特别是武将手里 价值连城 万两黄金买不来 这五宝啊 第一个就是 七宝夜明亏 亏甲 弓箭 还有马 还有一杆枪 七宝夜明亏 什么避风珠 避陈珠 避水珠 避火珠 温良珠等 正中间一个大个 是夜明珠 这个亏带在头上 优点太大了 你要是黑天打仗 有着夜明珠 十步之内 不用点蜡烛 点火把 看得清清楚楚的 给你照亮 但是有缺点 你成了人家设计的目标了 如果说起火了 这个魁往这一放 这火就可以往回卷 不烧它 涨水了 当然水量太大也不行 你要说周围都有水 把它望着一放 这水到这块就停到这 在这转来转去 不往前去 外边多大风 你带着这个魁打仗 不闭眼睛 不迷眼 别的盔甲扣上 夏天热 冬天哪 还凉哪 棒棒的 他不戴上不凉不热 还觉得不沉 要不怎么叫宝贝呢 真有这样吗 那当然了 里边有个棉丝甲 柳叶棉丝甲 柳叶棉丝甲 就是软中硬动品 那个年代呀 手工业 真植业都不发达 这个柳叶棉丝甲 是最好的东西呀 柳叶棉丝甲 是衬在里边的 外边有唐尼宝凯 唐尼凯 刀枪不入 另外 有一张宝雕弓 外带三支 螺旋剑 什么叫螺旋剑呢 就是他这个箭头 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剑杵呢 都是尖的 是吧 或者戴盗须钩的 他这什么形 像螺丝一样 螺丝扣的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别的剑射到了 护心镜 眼心镜 或者是吞口兽 吞口兽面上的 搭就撞过来 射不透 唯独是这种呢 螺丝形的螺旋剑 他拧劲往里 钻 可以刺透宝甲 再一口宝剑 叫清风辟邪剑 清风辟邪剑呢 是春秋时期 铸剑能手 干江打造 这是宝刃 可以削铜铁如泥 出一毛利刃呢 他和那个螺旋剑呢 都是同一材料打造 另一件宝 是金丝软藤枪啊 这杆枪软中硬 里边是藤子杆 外边是用五金织精 抽出的丝 缠在外头 这个兵器很厉害啊 带拐弯的 这五宝指什么呢 宝盔宝甲 就是有业免死甲 和唐离海 这算一宝 清风辟邪剑 宝枪 再就是宝马 这个宿双鞠 简称宿双鞠 实际这个小马的全名 就长径宿双 踏水麒麟兽 这是他们家啊 传了三代 留这匹小马 怎么留的 别着急 一会儿你听清了 那么这江万川 怎么有五宝呢 但这宝马是厚德的 他宝盔 宝甲 宝剑 宝枪 是他祖上留的 他的先祖是三国年间大将 江维啊 江维还留的 从汉代保存到今天 这件事 一般人不知道 老江 今人不说 说这话 这已经是七年前的事 本来日子过得挺 可是闭门家中坐 祸从天上来 老江叫五宝的事 不知道怎么传出去 传来传去啊 就传到一个贼人的耳朵里 这个贼人 江湖人城 常见无敌 镇山西 姓杜 叫杜明昆 说到杜明昆 大家不太熟悉 这杜明昆呢 是山西晋阳人 当初是江阳大盗 他这个陆林贼啊 跟那个善雄信不一样 想当初善雄信 在巴黎二仙庄 也是陆林的总嫖爸子 人家是什么呢 人家讲义气 讲江湖之道 杀父鸡贫 反抗的是杨广昏君呢 杜明昆就不是了 杜明昆呢 嗜血成性 贪婪无厌 更主要的 他是于文国 沙里可汗的大驸马 沙里可汗 有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大女儿 余文成竹 就嫁给了杜明昆 这个小子 往来在黄土城和山西晋阳 现在他呢 已经有三个儿子了 大儿子杜天凯 二儿子杜天琼 三儿子杜天亮 都一身的好功夫 都一身的好功夫 啊 帮我岳父城七大业灭大唐 这五宝 势必得得 老江头 可有两下子 他不能给我 好说 好说好劝是不行 山财难舍 对不对啊 哎 人为财死 鸟为实亡 我多给他钱 我有的是钱 不要钱 我跟沙里可汗说一说 给他一锅断职的 再说了 他不给 他看着我心里的发颤 我是陆林里的头啊 我手下这么多人 站山的 站岛的 站湖的 大个边 小道眼 我的朋友 打闷棍 套白狼的 太多了 老江头 你不怕我暗酸吗 量也未必敢 尽管你成名鼻鼻掃 你还比我速度大呢 走 带四个人 来到江家门前 叫人往里送信 杜明坤求见 江冠川听这话 倒稀口凉气呀 杜明坤 哎呀 耳朵灌得满满的 在山西境内 在当时有三个 武林高手 头一个是江冠川 老隐士 人家不出头露面了 也不教徒的 第二个是杜明坤 还有一个姓孙的 无独圣手 他到我这来 夜猫子进宅 无事不来 夜猫子长刺 大小得有事了 我跟他肃无往来 我也别得此头 得了 我接两步 老头还不杀 出来了 来到开阶前 勉强带笑 哎呀 原来是杜老英雄 实敬实敬 小老儿 迎接来迟 啊 江老掩饰 实敬实敬啊 我来的鲁莽 请海涵 不要客套 我请还请不来呢 请进 一前一后 到了客厅 分宾主落座 从人献查 查吧 格展 杜老英雄 杜老英雄啊 你挺忙的 怎么有功夫 到我这猫无草舍了呢 啊 哈哈哈哈 我这人呢 心知性梗 心知口快 有话就说 不瞒你说 没事啊 我不会找你 听说 你有家藏的无保 我为无保 而来 这 监管转心里 跟蹬下去 心想 我们家无保 他怎么知道 我不承认 不行 他既然登门来问无保 就说明他得到的消息准确 确实我家里有啊 我不承认 没用 啊 不错 这是我先祖所留 嗯 能不能叫我开开眼呢 都明坤的意思 你那无保真的假的 你别呼噜我呀 我费挺大劲 花了不少钱 我最后 哦 什么不是 到哪都能打造出来 我要那干嘛呀 哈哈哈哈 多老英雄啊 不必了吧 是我家藏的东西 又不是说想卖 看看真假 嗯 再说这东西啊 哎呀 我都啊 在这个 佛卡里供着呢 我看 不必了 怎么 等啊 挑选 良辰吉日 把宝贝请出来 再把您请到我家 咱们看看 哦 好好好 不看不看吧 哎 你说你现在 在眼睛的家里 这无保留着没用 这不顶吃不顶喝的 我说你卖俩钱花好不好 我杜明坤 愿意出个大价 我给你笔钱 够你活个三辈子五辈子的 你说好不好 这 哎呀 钱呢 这都是身外之物 有了多花 没了不花 不必吧 哦哦哦 你不缺钱 可是 你得讨个出身呢 你孙子大 你还有儿子吧 你儿子 你孙子 你重孙子 要有个一官半旨的 不强死你 眼居在这儿 过着老百姓的日子呢 哎 你什么意思 没别的 我就想要无保 说实话 这无保对你 没有对我用处太大了 如果你能交出无保 咱们做个朋友 要钱给钱 要官给官 嗯 多老英雄啊 真观天子 能听你的吗 你得无保 他能封我们家官吗 哦不不不不 这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现在 燕门关以外 阴山脚下 滚龙沟旁 那块有个余文国 我听说了 哎 余文国国玩 沙里可汗 正招兵买马 菊草屯粮 要和大党 绝一死战 没别的 我 可跟那边是亲戚呀 我 不不不不不不 识浩